第二百二十一集 木道人颤抖的声音又凌厉了起来 大葡萄蝉光度我 方寒你好狠 你果然包藏祸心 我猜测的一点不错 你作为一个万古巨头 怎么会真心为我做苦力 方寒冷冰冰的声音似乎要把空气都冻结成冰渣 看来你是冥顽不灵 我只有用世界之术把你彻底吸成人杆 然后补充我自身了 方寒加大了世界之术的汲取力量 如敲骨吸水一般 把木道人又吸得震天嚎叫起来 尽管木道人缘起充沛 但是这样下去 不出一年时间也会被真正的吸干 神情俱灭 我愿意降服 愿意 愿意借引大葡萄蝉光进入我的心灵 木道人实在是忍受不住了 咆哮起来 那好 轮软神王 你指挥天魔 诸多魔王 念动六子真言 大普渡经文 和我一起彻底度化木道人 方寒哈哈大笑 盘膝坐了下来 金丹之中射出一道蝉光 先照射在八部浮屠之上 顿时那五行之地灵符再次绽放出光辉 从无穷无尽的虚空中 汲取了一股苦的佛光加持之力 把整个八部浮屠 沾染得更加辉煌万道 轮转圣王 日月清伦 甚至黑幽王 星云宝宝 纯乎小妖女 数百万天魔 诸多魔王 都一起念动的六子真言 大普渡禅光中的经文 顷刻之间 就汇聚成了一股巨大的声浪 无穷的佛光照射下来 把木道人的原神包裹于其中 木道人脸上顿时显现出了痛苦的深情 那些佛光 经文始终渗透不进 他的本命天地法相之中 这大普渡禅光没有一点攻击力量 纯粹是度化 如果木道人不愿意 别说百万天魔 就算是上亿天魔 念经文上千年 也不能动他分毫 木道人 你还不放下执念 进大普渡禅光 进入自己的心灵 是想死吗 再抗拒我的度化 我弄死你 是生是死 在你一念之间了 方寒口道 果然 这一吼 木道人浑身哆嗦了一下 心灵开始放开 让数百万天魔和方寒的佛光 进入了他的本命天地法相之内 渐渐的 他本命天地法相 沾上了一层金色 由外向内 而木道人的脸 则由怨恨转化为祥和 似乎对方寒的一腔怨恨 都开始化解 反而感激起方寒来 被大普渡禅光 度化的人 哪怕是仇人 也会对你死心塌地 这就是度化的威力 不过 方寒知道 并没有彻底度化 木道人的内核 心灵深处 还要长时间的度化 起码都要七天七夜 就这样 在地底七八万丈的深处 方寒和数百万天魔 整整念了七天七夜的经文 最终 把木道人的身体 转化得全部都是赤金之色 而木道人脸上 显现出了大彻大悟的表情 突然站立起来 对方寒 诚心膜拜 多谢方寒道友 替我解除冤孽 我此时此刻 心情前所未有的平静 以前一切种种 都是冤孽 现在只有在方寒道友麾下 苦心修行 弥补我的过失 嗯 不错 不错 看到这一幕 方寒也对大仆寒 缠光的威力 深深震撼 一个万古巨头 居然彻底的被自己降服 而且是自以为大解脱了 佛门这么厉害 看来以后 我得要注意一下了 遭遇到佛门的人 也被这么度化 那等于是失去了自我 对于佛门 方寒心中起了深深的忌惮 把人变成这样 那比杀了他还要厉害 好 穆大人 你一天罪孽深重 现在归义我 那就好好的在八部复兔之中卖力 每天攻击仙界元气 还淬点法宝 我会找来大量的材料 让你阅读天龙秘境 然后把八部复兔的本身 还有八剑法宝 炼成道器 方寒立刻给穆道人这个苦力 布置下了任务 是 秦道以前 罪孽太深重了 不如此 不足以弥补我的罪孽 木道人点点头 身体一动 忽然一下 飞入了八部复兔之中 坐在轮转身亡之下 运用本身神通 和整个塔身结合 头顶上一个虚空被打开 喷射出了大量的仙界元气 这仙界元气 比世界之术的要纯净 木道人一下变成了一个 毫不利己 专门利人的大好人 大奉献者 时刻不停地 汲取仙界元气 只留下一点自己保命 其余的全部供奉出去 同时 他虔诚地祈祷着 一股股愿力 从他身体上奔涌而出 竟然汇聚成了一条条金色的长虹 在八部浮屠之中翻滚着 顿时 八部浮屠一阵紧缩 居然再次凝练 一尊万古巨头 凝练法宝 那比方寒自己修炼 要快了许多 而且 这一尊万古巨头 是全心全意的奉献 没有半点保留 万古巨头 可以炼至下品道器 方寒此时神念一转 也从八部浮屠的塔身之中 得到了大量的仙界元气补充 进入脑海之中 法力凝练着 恢复着 以前缺乏法力的感觉 一扫而空 哈哈 拥有世界之术 和一尊万古巨头 为我提供仙界元气 真是舒服 我现在对比起来 再也没有法力缺憾了 用一一猎马奔腾之力的攻击 足足可以打出几百下 上千下来 方寒感觉到 磅礴的仙界元气 滚滚下来 滋润着自己的五个石海 心中的确是舒爽万分 这样下去 用不了多久 也就可以积攒足够的元气 把那尊千手千眼的 古怪天地法相 蜕变出来 得一个全心全意 奉献的万古巨头做苦力 比炼化它强多了 现在 有了木道人 坐镇在八部浮屠之中 日夜不停地苦练八部浮屠 这门法宝的威力 已经比我强大了呀 岩羡慕地说道 八部浮屠的本质 拍马也比不上黄泉图 等我修炼到了长生秘境 威力才会彻底发挥 方寒安慰了一下岩 张开大口一吸 八部浮屠立刻开始缩小 投入了方寒的口中 被他吞噬进了肚子里面 现在他的肉身 是半个不死之身 随意扭曲变化 可以吞噬八部浮屠 把这件法宝吞噬进去 日日沾染自己的气血 然后用天魔怨力 淬炼自己 身体会更加的强悍 说不定年身日久 八部浮屠越来越厉害 自己肉身的寿元都补回来 好 咱们再在这地底修炼几个月 等风头躲避过去 再回到羽化门 是啊 现在出去肯定被人追杀 我也好乘着这一段清静时光 好好地把稀微广固一下 把八部浮屠吞入肚子之中后 方寒却没有出去 而是继续留在地底 盘膝坐下来 推敲倒数 琢磨金丹 把自己这些日子以来的争斗都清理一遍 把记忆中的杂念全部忘却 心思渐渐清明起来 他就这样修行着 进入一种大定空明的境界 就在他在地底修行的时候 羽化门之中 化天都也在修行 羽化天宫深处 一处神秘的时空之中 时间和外面绝不相同 里面足足过了一个月 而外面只过一天 羽化门作为先导师们之一 羽化天宫作为羽化门 存身立命之所在 就和群星门在九天刚峰之上 那枚太古陨石一样 都是无与伦比的庞大法宝 里面无数高手在参与运转 提供法力 有一些神秘时空之中 也可以颠倒时间 最适合修行 天都 你觉得怎么样了 积累足够了没有 足够了的话 就把生生造化完服用下去 直接进入长生秘境 修成不死之身 化天都坐在这片神秘时空之中 静坐修行 他的旁边也坐着一个道人 赫然是万古巨头 如一子 化天都的面前 上品盗器大荒古炉之中 镇压着一枚丹药 这枚丹药上面一尊强大的天地法像 在不停地运转着 似龙似凤 似虎似霸 似狮子 似熬犬 这就是生生造化完 仙丹一枚 没有修炼到长生秘境 不能服用丹药 否则的话 我会背着仙丹吸干净 而仙丹破体而出 他自己修炼成长生 化天都静静地道 仙丹乃是蕴含了无穷奥秘的丹药 已经不是一般修道人能够想象得到的 像化天都买到的这枚生生造化完 到手之后 还要竭力压制 免得这枚丹药破空飞出去 如果修道者的修为不够 服用下去 不但不能够炼化仙丹 还要被丹药吸进自身的灵气 甚至神通 破体而出 到达了仙丹这个级别的弹药 就好像和道气一样 可以自己修炼 掠夺 拥有强大灵性 甚至如果镇压不住 仙丹还会自己爆炸 杀伤力 堪比修炼了二十多种神通的金丹爆炸 就算是以化天都现在的修为 也不敢吞服那枚生生造化完 吞服仙丹 一定要小心 要不然 稍有差池 就会转服为祸 卢义子感叹道 天都 你估计 你还有多久 才能够修炼到长生秘境 这却是无法估计 但是 不远了 也许我一个顿武 随时都可以突破 这次在地底和魔皇交手 我领悟出了不少道理 虽然受伤 但是现在伤势全部养好 又得到了掌教至尊 传授我虚空阴阳道的无上神通 已经感悟到了仙界之门 化天都脸色没有任何的变化 不过 我不着急 慢慢积累 总有水到渠成 轰然震破的一天 到那时 吞服这枚丹药 修成不死之身 鸭服与化门之中 所有长老和弟子的反对声音 也不是难事 不错 一定要杀了那方寒 如一子眼神中 闪出了一丝阴能 最近 你那死对头方寒 风头很生 去参加玲珑先尊的四千年大寿 居然一连击败了长生后部榜单上 排名第四 第五 第六的万连山 焦飞 血无羊 在擂台之上 度过烽火大劫 得到了三大无上神通 祖马古神器 大扑渡禅光 大须弥山王全的传承 不过 台一门的长教混天道人和太皇天 在寿礼上出现 对方寒 颁布天道追杀令 此次的日子不好过了 估计会逃回我羽化门 躲避灾祸 或者在半路上 被长生秘境的巨头杀死 是吗 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 化天都一惊 随后镇压住心神 恢复了冷静 淡淡地问道 我在这里修行 外媒的事情都不知道 混天掌教和太皇天前辈 居然去玲珑福地 肯定交手了吧 不错 是交手了 玲珑先尊施展出了惊天动地的大愿望书 让混天道人和太皇天退却 再次奠定了玄黄大世界 第一高手的位置 卢一子说话之间 有些恐怖 大愿望书 化天都冷冷地吐出字来 三千大道 排名第三的大道 远远在我的大本元书之上 也在我们羽化门的大阴阳书之上 不过 台一门的掌教和几大太上长老联手 催动仙气 那玲珑先尊 也只有望风而逃 可惜 天都 那方寒也得到了你的大本元书 都是宛罗那个不争气的孽畜 输给了次子 要不然 次子绝对没有陷在那么浑厚的法力 如一子可惜地说道 大本元书 三千大道之一 盘武先尊 就是得到了这门道书 威名赫赫 为上古九大先尊之一 居然让方寒这骄狂之徒 窃取到了其中的精华 唱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听85.com 我给万罗的盘武大理神通 最多只能开辟出七个师海来 真正的大本元书 可以开辟九大师海 而且 方寒这小子 没有后面的修行之法 修为难以寸进 到时候 这门神通 不但不能为他增强法力 反而使他踏入长生秘境的障碍 华天都静静地道 此自以为得了便宜 却不知道 便宜就是祸害 这次门派之中的几位太上长老 给你奖励 让长教 传授你大阴阳术 还给你疗伤 可见 门派还是无比看重你的 至少你现在的地位 远远在方寒之上 只有掌门 才会传授大阴阳术 而方寒的孽畜 根本没有得到传授 你还是我未来羽化门的掌门 如一子满意的点头 对于华天都这个弟子 他的确是培养得最为满意 华天都耸动了一下肩膀 我的地位 当然在方寒之上 他算什么 只不过是得到了 魔门传承的一个小魔头而已 要不是看他有一些利用价值 我羽化门早就把他杀了 斩草除根 方寒这小灭处 能不能回羽化门 都还是个未知数 如一子幸灾乐祸地道 听说 他不知道天高地厚 在玲珑先尊的寿礼上 戏耍龙木星的龙道人和木道人 被龙道人和木道人盯上了 要试杀这个祸害 而且许多万古巨头都盯上了他 呵呵呵 华天都大笑两声 果然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我估计这小子 还想对付长生秘境的万古巨头 他永远也不知道 万古巨头为什么被称为巨头 绝对不是神通秘境的高手 能够比拟得了的 他以为他修炼了那么多的神通 度过烽火大劫 就横行忌惮 连万古巨头都敢惹 一个万古巨头 就可以让他生不如死 不错 这小孽处不知道天高地厚 如一子也说道 如果不是顾忌门牌之中的名声 还有长教或者这小子 有利用价值 我早就把这小孽处 镇压在山中 让他先吃三年泥巴再说 师父也快修成不死之身了吧 华天都道 不错 如果能够得到那小孽处身上大量的忘情水 我修成不死之身 也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可恶 现在天行长老 已经得到了忘情水 也在闭关 估计要比我先修成 如一子恶狠狠地道 要不 师父你把这枚声声造化完吞了吧 在我大荒古炉之中锻炼 就有希望修成不死之身了 华天都道 那不行 你最重要 我可以等 你踏入长城历境 修成不死之身 就铁定 是我与华门的下一代掌门 到时候掌握了大权 还怕没有好处 也是 等长教至尊退位之后 我当仁不让 就是下一代掌门 至于方寒那小孽处 还想做长教梦 简直是痴心妄想 只要他失去利用价值 就是他的末日来临 华天都手指一捏 一团空气被捏得爆炸 就好像是捏爆方寒一样 和你争夺与华门掌教大位的 还有两个人 你得小心 第一是方清学 第二是孟少白 自从上次 孟少白败在方寒手上之后 苦苦修炼 勇猛精进 在上个月 已经被长教召见 也送为了羽化天宫深处去修炼 只怕 过不了多久 就会出来 修炼到神冲石冲 逆天改命的境界 哦 此次修炼的 乃是上古无声剑道 杀气之重 无与伦比 摆在方寒手里 不但没有颓废 反而磨掉了他的骄傲之心 的确是个劲敌 至于方清学 我心中早就对他有很深的忌惮 他是先天自然神灵转世 羽化门也需要他 有大用处 不过 一见女流 不可能做掌门 而且 我已经布置下了棋子 就是我的未婚妻 淹水一 他是上古水神 一缕圆灵转世 和方清学 可以相互碰撞 化天都 胸有成竹 不错 天都 方寒虽然号称轨迹多端 但是 你比他更厉害 你每步之一步棋 都是大局 而他是零碎边角角料 可见此人 小度即长 不是你的对手 天都 你就在这里修行 汲取元气 若是元气不够 我就把我每天采集提炼的仙界纯阳元气 灌输给你 那就多谢师父了 化天都 闭上了眼睛 七八万丈的弟弟 方寒默默端坐 好像老僧入定 头顶上 一圈圈的黄光 绕射出去 四周的泥土 岩石 甚至一些金铁矿藏 全部都化为了元气 朝着他的身体 滚滚奔涌而来 他身体之中 也不时的绽放出了五行元气 在他脑袋的后面 一圈圈的光运闪烁着 代表着九十三种神通 在他体内 八步浮屠之中的木道人 数百万天魔 不停地祈祷 产生了愿力 仙界元气 也都灌入尽了 他的气血之中 现在 他的身体之中 每一寸毛孔都散发出了金光 还有许多人的泛畅 外面的人听来 就好像 他的身体中 有百万生灵 在祈祷一般 听众朋友 您刚才收听的是 梦入神机的 长篇玄幻小说 永生 第221集 是由陈颂无声 我们播讲的 欢迎您继续收听